肚皮狗兔八哥 杰瑞大表哥 对战孙悟空究竟谁更强 当降维打击的肚皮狗 无限法则兔八哥 以及无敌力量大表哥 三位bug王者合体 遇上斗战圣佛孙悟空 究竟谁才是战力天花板 本期脑洞来自这位小伙伴 这场战斗要从力量来看 愤怒之爆表的大表哥 能单手举起超过自身30倍的物体 要是用尽全力 双手定能举起超过自身100倍的重量 但是我们再来看孙悟空 援助中他的身高1.24米 按照他的体型来算 应该是100斤左右 但是小伙伴们都知道 在大闹天空之后 孙悟空在练丹炉中练就了钢筋铁骨 那么我们按照铜的质量来算 孙悟空应该是2674斤 那么2674斤的孙悟空的金箍棒 是13500斤 这样来看的话 孙悟空举起的重量就只有5倍左右 但是这远远不是孙悟空的极限 在大战金银角大王时 金角大王将重量3000多亿东的泰山 压在孙悟空身上 孙悟空都能轻松举起 更别说援助中 其实是须弥山 峨眉山 泰山 三座大山 那么此时孙悟空的极限力量 便达到了惊人的33657万多倍 再看肚皮狗和兔八哥 有着穿越时空 翻转空间的无限法则技能 肚皮狗能直接突破三维空间的界限 轻松合并大陆 兔八哥能超越物理法则 对时间进行完全控制 两人在无限法则面前 就是Bug之王 外加大表哥超越物种界限的力量 三人合体的实力 直接抢到爆表 但是孙悟空早已超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时间空间的维度 早已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别说他们三个Bug之王 就连四大天王 二十八星秀 九一二星 十二元城 四只公草 五方接地 外加十万天兵天将 都无法将他制服 况且孙悟空还有BOSS技能 法相天地 此招一出 天奔地裂 所以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悬念 齐天大圣 YYDS 感谢收看 我是奥特叔叔 下期见